我們都已經睡著了 我生小孩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你又敢說 汪依林跟羅志漢本來就在懷疑我們兩個人的關係 你是不是聽我說要破壞我家裡去母親的嫁威喔 你這什麼意思 你現在的抬頭賣手你真的要給我五千錢做母親 當然啊 我如果沒有真的家裡去母親 我是不是要怎麼幫助客人的素養啊 我都已經犧牲這麼多了 真不簡單這麼嚇到定婚一步耶 前度是你 像要電子打開 在他們的面前黑白亂說話 我真的 真的會讓你害死的 好啦 老婆你別想去啦 你也知道 那個汪依林 只是想要補以前的女兒去阿彎 跳高威又要看我們的笑話 也不會真的把我的話當作是真的啊 我剩下 我真的問你剩下 你現在都能跟母親人定婚啊 近年跟四位發生關係 沒有這個頭就打開了嗎 你這樣閃開閃閃 你不怕你閃開閃閃閃 你不怕你閃開閃閃閃 你可以把她秘密打開閃閃閃閃閃閃閃僧 你知道嗎 母親不是一般家庭 你這次是主槌新樓你知道嗎 我看了什麼原因啊 我都想 我還給信賢哥設計了 你說 母親人設計的跟四位 對 對啊 就在婚宴那案 我傳簡訊給姓賢哥 邀請他去飯店叫我回 我知道 他把我傳給他的訊息 還傳給世衛 結果世衛到五回 是我要跟他開房間 唉唷 我已經世衛到一直流 一直流 我不知道 想說 誰會當心跟他做回 想不到 無信憲的心機無限當 後來 他叫人那隻狗 還是他 他非常違和你 也沒有 但是 他想要三個人做回 唉唷 你是說去哪裡 信賢哥他沒有任何的動作 他只是怕什麼 把我跟世衛送走對 唉唷 若是這樣 事情就更加害了 他一定是因為 沒辦法為賠 使得人藝術定分 所以現在故意設計 你跟世衛百組合 這樣死到 他就可以公民正代飛分 唉唷 我沒有的 你沒有的 你沒有的 你沒有的明明知道人家是認識你 你還故意跳下去 唉唷 不是說我現在去找無媽媽跟他安排好生 他在聽我跟信心哥做會 對呀 你現在去是要讓無信憲和太子都押押出來 來想看看 人家在電婚的時候就看過世衛了 那天是我們兩個人的女人跟太子押過 不過 既然他又這樣來認識你 就代表他知道那世衛有問題了 你現在去找無媽媽 晚上剛好做求無信憲 你的順利的世衛跟太子都說出來 好啦 我現在是要怎樣 好啊 客人伯 你一定要求我 我如果是讓無人看出來 你也會影響到你的心理 求我 就是求你自己 你現在就用三條三頭 要怎麼求你 客人伯 你絕對有法度 你這麼深風廣大 你讓人管你去農家來 你都有法度照出來 所以這輩子 你絕對也有辦法可以處理 讓你這句話是在黑漏還是在靠小孩 當然是把你黑漏 客人 你在我的心目中 是全世界上神通廣大的人 好啊好啊 免得巴結 對啦 是說這件事發生到現在 算起來也已經兩天了 這個無信仁 都沒有人好的動作 反正我就是在人聽 有爸爸跟有媽媽都聽我 哼 聽你在水面 不聽也是聽我 因為我現在在鐵人處理光電的事 但是 因為利用 沒給他得知到我 所以才會給他大事 唉唷 無關挺像 只要沒消失 就是好消失吧 唉唷 是說喔 我們這邊要趕緊處理 不可以再給世衛 繼續在我的身邊 爛爛爛爛了 看是要把他送去月球 還是我的太空都好 就是要讓他替他替他 替我替你 哪不然我的好門之路 哪是回去 你的需要也會偶爾去喔 嗯 沒有事情對我來 就算我跟副家 沒幫他做情緒 我還有萬黨在這邊 實在有幫他談的 不過 談得不夠多了 不管怎麼說 你跟萬黨有什麼情緒的關係 不過我就不一樣了 我如果是嫁子去副家 就是自己人啊 當時我讓你的力 絕對在萬黨那裡 多幾六十歲 而且你也不用再看別人的面相 這樣不是更有尊嚴 要我幫你做三天會兒 但是你要先替我做一件事 客人 你做得你說 只要我做得夠的 我就絕對的情緒去做 好 如果這樣進行你聯名替我 應該實在不少名人 一個社交名媛 我還要你拿客人的砍刷 介紹我們光亮醫美神奇珍給她 神奇珍 你是說之前 精速帶出的那個醫美療程啊 嗯 就是那一件事嘛 等等 我是Luna 我敢不敢放進去 進來 好 好 給您招了 整天有兩個女人 現在要記得 女人 是什麼 我也不知道 不過她還有很多事情 要找你 好 我現在過 是呀 客人 你的神奇珍應該沒問題吧 當然啦 你是在說會 這幾天在那裡 告我還是不會嚇一嚇一跳 五十幾歲 老闆娘 煮下去 隨便三十幾歲三輩 多少民生唱會煮 為了 好 神奇珍的日子高峰 我絕對不會嚇一跳 我絕對不會讓客人失望的 嗯 嗯 好 是啦 你開車的過客不一樣 因為 讀託君 你是 大棒師在爬起來 你是在爬起來 我警告你 飯可以爬起來 我爬起來 你爬起來 我爬起來 我爬起來 五年前 用新集團 担任性 請早前一天 你用保外交易的方法 暫時你幾乎下來 人家的時間 家風盡雨 我爬起來 嚴重的情侯 甚至 安靜也死了 你說 這一次 是不是你做的 為什麼他們知道 如果安靜 是讓我在水底還是 這一次 照你說不可能 今天 我剛才在裡面 有感受到你高興的心情 趁早 你現在看到的朋友 面對人 小姑姑 我真的 很感謝你的安排 讓我有機會 跟他人 好好享受 不過 他好像 讓我發現 我們兩個人 共存的情形 我怕他 以後 他先問起來 我不知道 要怎麼 安靜 今天 我真的 對你很抱歉 我並沒有 那個意思 想要霸佔你的靈性 到你的毅力 但是 手造成你的困難 更麻煩 小姑姑 你不要這樣說 一段時間 我為你那裡 也有很多 沒關係 面對困難的勇氣 還是 積極去對付 那裡 不公不義的人 還有事情 我也想要 變得跟你一樣 這麼健康 這樣 我才可以 跟他一人到三天 讓他中心 回去 他的原生家庭 你如果這樣 想法就對了 我也是現在 就知道 提供他 的用意 他這方面 是希望 我可以 跟你到三天 幫助你 變得更加強 那你說這方面 他是給我機會 完成我 保守的新聞 這樣 我才會真正 幫他流心裡開 小姑姑 我聽你這樣說 你是不是有發生什麼 算數啊 所以 還是你的人 真正就是 杜光亮 是嗎 嗯 五年前 但中心跟我們爸 用心集團 舞蹈的前一天 杜光亮 就這麼多好 讓人保外就醫 你綁出來啊 那天 也發生我們哥 我大小的車好 接下來 就是我跟雲金姐一起 他 他演出的人 把我的腳拆住 他根本就沒想要給我 教授了 我心思不睡了 不過我是能夠感到 他把我的手打開 天早我正常在包圍水深殿 他一開始 就是愛我死 小姑姑 你別這麼困難了 我是能夠幫你打三天 還是我們讓文雅姐 還有你們知道 他們能夠幫你討論的行動 不用了 現在我自己的問題很麻煩 我的緣術 我自己處理就好了 最主要的是 我沒想要讓他們發現 我的分配 我還在 我沒想要添加你的鼻子 小姑姑 不好意思啦 這樣聽起來 我真的沒辦法幫你打三天 你別這樣說 有你的支持 我就不覺得 我是孤單子的人 就算杜光亮 又更感聰 他也對鬥不贏 我們倆的意志力 你說對不對 所以 剛才這九九會館的Luna 傳訊息給你說 什麼杜光亮的神奇珍 小姑姑 你應該有後一步的結尾了 對吧 今天 聰明 我明天 都不會讓杜光亮知道 做那麼多壞事 不是天都不會報 這是時間要不夠而已 她的報應才剛才開始 如果這樣 我們再會加油 謝謝你 你放心 我絕對不會讓你一個人 去面對危險 我知道 我也要有信心 就算 讀到什麼臨時的狀況 我也要嚇一跳 去看看問題 我準備不夠 因為我都看白人保護嘛 對不對 記得已經知道杜光亮 這是當初還是我的鄉手 如果這樣我就是 趕緊我的保守的速度 今天有自己的靈性路要走 我不會讓國台無宜了